甲义第38面 好 請大家打開甲义第38面 我們看到丁二問答事宜 那麼我們一個進途中的修行者 當然我們希望能夠解決生死輪迴的問題 所以我們叫做為菩提道求生進土 那麼求生進土呢 我們就面臨了兩個問題了 第一個是生命的象征 一個是生命的本體 生命的象征是由善惡的業力來阻擋 首先我們希望我們臨終是一個很安和的象征 我相信我們沒有一個人希望我們臨終的時候 是死於非命或者是遭到極度的病痛的摧折 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用我臨終無障礙 所以我們對於生命的象征 給我們的感覺也不能忽略 因此我們也應該多多的敗禁 多多的念佛 多多的慈接發願 把所有的懺悔歸發願的功課啊 都把它歸向到怨我臨終無障礙 我們希望臨終能夠創造一個很祥和的象征 來幫助我們提起真面 這個是有需要的 所以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規劃一個未來美好的象征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最重要的 就是你要掌握一個正確的本體的操作 就是這些象征是誰操作呢 所以我們開始處理我們的思想 所以我們把象征處理好以後 我們把它象征撥開來 看到我們生命兩個本體 一個是自我 一個是真人 自我意識啊 是我們習慣的操作的模式 其實 中央八大師他也講到一個觀念說 我們其實生生世世 也做了很多的善法 其實我們過去也練過佛 也復師也持戒 但是我們的善法 為什麼不能變成一種解脫的功德 都全部落到輪迴的願意裡面去呢 因為我們想要掌控這個善業 我們一直希望那個善業為我所用 你越是想要掌握它 這個善業 這個檔是就越低了 聖人偉盜的佛陀 他也曾經做了很多的善業 那麼為什麼佛陀的善業呢 他能夠變成一種自在的功德莊園 佛為法王 依法自在 因為他操作善業的心態是正確的 他用空心來操作它 所以當我們在面對因果的時候 除了假象以外 這個本體就很重要了 你到底在造善的時候 你希望你怎麼來處理你的善業 你希望用什麼心態 來面對你的善業 如果你想掌控它 那對不起 它會帶給你無量無邊的 生死輪迴的力量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在講到本體的問題了 就是你怎麼去面對你過去生 所造的業力 當然佛陀的智慧就是說 我們應該放棄主宰 我們應該追求自在 因為你獨宰他 第一個 他今生也會跟你帶來痛苦 你這個善業 淡業 你的福報 快樂的福報 淡業 第二個 你付出的生生是輪迴的代價 所以說佛陀在開箴真如的時候 就是告訴我們放棄輪迴的獨宰 放棄生命的獨宰 那麼這個地方有兩個問答 那麼讓我們放棄 我們必須要用道理來說服我們 憑什麼讓我們放棄自我呢 我們看第一個問答 好 問 若時無我 誰能造業 誰受果也 答 然諸有情 心心所法 因緣立故 相訊無斷 造業受果 於理無為 那麼我們前面講到 我空法空的真如啊 是生命的本質 是生命的本體啊 那有人就提出疑問啊 他說呢 假設我們的生命的假象的背後 沒有一個自我來操控我們的因果 那麼外道就提出一個疑問說 那既然無我 那誰去造業呢 誰來得果報呢 從我們一般的認知就是 這個業是誰在拜佛 當然是我在拜佛啦 我在持咒啦 那麼我們以前是用自我來造善業 那麼未來也是由這個我來得果報吧 那麼外道的意思就是說呢 假設你毀滅的是我 那你就毀背了因果道理了 因為有一個我 才能夠合理地建立一個因果的道理 因為我自作是受嘛 我由這個我去造業 然後由這個我來得果報 這樣才合理嘛 那你現在佛頭說一切法無我 上面的本體是真如 是空性 那你這樣不是把因果給毀滅了嗎 佛頭說 空性的真如並沒有毀滅因果 佛頭說啊 然諸有其你心心所法 因言利固 他說啊這個受用果報啊 不一定要靠我 就是一念明了的心嘛 那麼這個心呢 透過第八世的業力的釋放 這個因言利固啊 就是一切都是 第八世的業力的釋放 讓第六意識來承受 所以他們兩個呢 相信不斷 第八世從開始出生呢 就不斷的釋放業力 那麼第六意識呢 就透過感受呢 來接受業力 這從小到大呢 相續不斷 造業受果 以理無為 所以他這個地方就說明了 當我們在收用果報的時候啊 它是沒有一個造作者 這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以前遇到障礙的時候 我們第六意識會產生一個錯覺 欸 這個是誰做的 是誰想來傷害我 其實這個地方沒有一個造作者 因言利固 那種已經講得更徹底 叫行業發信 這是你業力成熟了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徹底的消除這種對立的感覺 我像人像的對立 所有今生的造力 你今生的造力 遭遇 只有一種情況 叫做因言利固 或者叫行業發信 所以他沒有我吧 就是你一個明瞭的心 接受因言的力量的主導 因言讓你快樂 也是因言讓你痛苦 這當中是無我無我所的 是必經空無我無我所的 完全是你過去生的因言成熟了 所以他引導你快樂 引導你痛苦 所以不是由我讓你快樂 也不是由我讓你痛苦 也就是說你的快樂痛苦 不是你主宰出來的 是你的因言成熟 是因言讓你快樂 也是因言讓你痛苦的 這是第一點 這是我們應該認知的 這是我們應該認知的 我們看第二段 問 問 使我若無 云何 得有意識 送席 恩怨等事 答 然諸有情 各有本事 一類相訊 認識 種子 於一切法 更互為因 熏席 立故 得有如是 意識等事 那麼這個地方提出 第二個問題說 假設我們的生命當中 沒有一個自我來主宰來操控 那麼怎麼會有一些 意識 首席恩怨等事 為什麼我們會去回憶到過去 曾經熟悉的人士 熟悉就是熟悉的人士 而產生恩怨 而產生愛政取捨呢 就是說 沒有一個我 那誰來記憶這件事情呢 我怎麼會回憶到過去 我跟這個人熟悉 對這件事情熟悉呢 那麼假設沒有一個長衣屠宰的我 我們的生命怎麼連貫下來呢 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生命是不是要斷滅了嗎 但是佛陀回答 然諸有情 你各有本事 因為有第八四嘛 第八四呢是 永遠保持相識 而且他能夠保存你過去生所栽培的種子 跟第六意識的思想的現行 互相為因緣 種子舉現行 現行新種子 所以 因為第六意識的欣喜利固 得有如是 能夠回憶過去的事情 我們前面講到 當人生是無我的時候 這個壽果報叫因緣利固 但是在照因的時候 叫做欣喜利固 所以你在做功課 不是我在做功課 你是在創造一種欣喜而有 沒有一個我 你的第六意識明了一天 去拜燦 去念佛 去修齒觀 這個時候你第六意識 創造一種欣喜的力量 一種種子 一種功能 儲存到第八四裡面去 一種欣喜的力量 所以你人生其實是兩種力量 一種是欣喜力 一種是陰緣力 那有我在呢 由欣喜成熟了變成陰緣力 那麼陰緣在釋放的時候 你又不斷地在欣喜 所以你人生就是一種欣喜的力量 引生陰緣的力量 由欣言的力量 又引生欣喜的力量 所以它是沒有一個真實自我在主導的 這個自我概念是你自己捏造出來的 你自己以為你可以主導人生 其實是欣喜跟陰緣兩種力量來主導你 你是產生錯節 然後我們總結 解釋 由此故知定無始我 但有諸事無始始來前滅後生 因果相畜游望熏席 視我象限 於者於中望子為我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生命其實 它是一個相續的水流 這個水流它主要是兩種力量構成的 一個是欣喜力 一個是陰緣力 這兩種力量 有推動的水流 往人天去 往山脈道去 這個水流不是你說的算 不是你主導的 是陰緣的力量跟欣喜的力量來主導這個水流 所以它沒有一個主宰的能力 只有諸事 這個諸事當然主要指的是第八事 它釋放陰緣的力量 還有第六一事它創造一種欣喜的力量 那麼這兩種式的交互作用 那麼前面後生 岔樓岔樓的生面 就造成了因果的相畜 由於這種陰緣力跟欣喜力 兩種交互作用 它產生一種很緊密的相畜 就感覺上有一個自我的感覺出來 有第七一事產生錯覺 那麼於中就把這種相畜的陰緣 是說有一個我來主導人生 其實是錯誤的 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 在淨土中的感應故事裡面講到一件事 說明朝 有一個君士叫黃錦范先生 這個君士 他住在一個讀書人的家庭 他也是相當有智慧 年輕就有公民 那麼他22歲的時候 突然間患了頭痛的病 就是頭經常痛 時間一到就痛 而且經常做噩夢 那麼乃至於有一天呢 他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夢到一個鬼啊 一個很強壯的鬼啊 劈頭散髮 拿著刀子追他 追到他以後呢 就一把抓到他的衣服啊 就想這個刀把他給殺掉 有黃果病感 那麼刀要殺他之前 突然間 欸 在空中啊 出現了一個光明 有一個老和尚坐在那裡 就是年輕大師了 就叫全身的師父 年輕大師趕快說 且住 且住 年輕大師是大威德啊 他一講那個鬼就不敢動了 他說你不要殺他啊 冤雲相報啊 不好啊 但是這個鬼說 我不殺他 然後以後呢 年輕大師就跟黃靜師說 你不要著急啊 你回去啊 做兩件事 第一個好好背負 第二個呢 醒張援奏奏奏奏 好 你一百天後就有消息 好 那麼這個黃靜煥在做夢 夢死了以後啊 他手去摸這個舌頭還在 但是 但是講不出聲音啊 從今以後聲音就發不出來了 發不出來了 他當然對他師父有信心啊 他 因為全身的電視大師 視線給他看嘛 那麼他就每天拜禪 使任人作心啊 過沒多久 有天睡覺的時候啊 有哪一個女眾 一個女鬼 說你好睡啊 就拿那個 地上那個沙 就往那身上一撒 那麼這個沙 一接觸到身體的 就像火燒一樣 他給他刺痛 那麼他第二次要在撒的時候 他要傘的時候 他要傘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金剛力士啊 就拿一個傘 把它打開來 幫他擋一下 就傘過去了 黃靜煥說你是誰啊 他說你是任元咒 我是任元咒星的金剛護法機師 所以那一次夢以後呢 他對這個任元咒星啊 使得更精進 所以他後來那個女鬼啊 經常出現的時候啊 他越進進的時候啊 那個金剛力士那個傘呢 就越變越大 後來那個傘就變得很大的傘 那麼這樣子過了一段時間 他就 就是經過這個 一個男眾的鬼要殺他 一個女眾的鬼要殺他 撒這個毒殺呢 還不敢不做功課了 那麼到了第一百天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他黃昏的時候突然胸口驚透 而到晚上的時候吐血啊 吐了一整眼盆的血 吐到最後整個人幾乎虛脫了 他就在夫妮當中啊 就是非常勞累當中就睡過去了 睡過去以後呢 他隐隐隐隐隐隐啊 心臟還是痛的 就看到一個法師 這個法師說 我叫大慶法師 我說我是你過去生的同餐道理 他說你現在心口很痛對不對 沒關係 你坐下來 我送一部你全身經常送的金 給你聽聽看 他叫送金剛金 他說你全身最喜歡送金剛金 送金剛金給他聽 聽完以後呢 他那個胸口痛啊 就慢慢慢慢就消失掉了 消失掉以後呢 大慶法師說呢 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讓你製造你今生的一年果報 帶到一個很大的房子 他說你進去我在外面等你 那麼這黃景萬在把門推開以後 就看到中間做了一個 戴了一個帽子 穿紅色衣服的那個炎龍王 坐那裡很威嚴 旁邊有一些 拿著這個木棒的這個世衛 那麼前輩已經跪了兩個人 一個男一個女的 就是在夢中一個要殺他 一個要撒他那個獨山的女眾 那麼黃景萬進去也就跪在中間 聯絡王就說了 他說你全身啊 你爸爸是做官的大夫人家 你有三個兄弟 那個黃景萬排行老二 這個黃景萬全身的時候 人長得是非常莊嚴 而且很有才華 那麼他的大哥呢 相貌平平 才華也是一般般 那麼他媽媽呢 這個三個兄弟裡面 他的媽媽 全身的媽媽 特別疼愛這個老二黃景萬 那麼後來他們三兄弟結婚以後啊 這個老大 才華一般般的老大 娶的太太特別的漂亮 也特別有才華 黃景萬呢 很有才華 他娶的太太很平凡 所以他媽媽就多事啊 就跟黃景萬說啊 說你啊 你應該配你大嫂才對 這個女太太配不上你 那麼他一開始聽他 他也不在意了 結果他媽媽就慫恿他 他說我們應該啊 把老大給害死 把你老婆也害死 你們兩個就結婚了 那後來 他媽媽經常這樣講 後來他就說他媽媽的影響啊 就兩個都合謀啊 把他大跟他打婆婆 毒死 毒死以後 在他媽媽的綽合之下 他就跟他大嫂結婚了 然後毒死以後呢 他也不敢報官嘛 就埋在他們家的後院 從今以後 晚上就睡覺就不平安了 就經常有鬼魅人 擾動了 我呢沒辦法 就請了一個出交師傅做法會 出交師傅做法會 他說你你家這個事 我沒辦法解決 因為有頭戰有主 他說你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只能夠去 你去找蓮世大使 後來黃錦煥他看情況殺了人嘛 殺了兩條密碼 他沒辦法了 他就到蓮世大使那邊出交了 出交以後 當然他出交前 就跟蓮世大使報告他如是如是的經過 蓮世大使叫他修三年的苦恨 整天為大眾師啊 服勞役啊 晚上就拜餐啊 白天就做工作啊 三年以後再去練佛場 練佛練了十多年 然後 往生了 往生了以後就得這個果報了 他全身的修行有善根義啊 遭感的天使大師 跟他這個師兄出手救他 但他自己造的罪業啊 遭到這個短命多兵的果報 所以我們看到黃錦煥啊 他一生的遭遇啊 兩種力量 從印第上來說呢 欣喜利固 他全身 有兩法的欣喜 第一個 殺業的欣喜 他殺業不是一天兩天麻煩 一模已久 然後付出行動 把對方殺死 這個第六意識的稱心 所發動的殺業啊 這是一種欣喜 第二個 他後來懺悔出家 練佛 一種禁法的欣喜 所以他全身的第六意識呢 在造業的時候呢 他沒有一直我嘛 欣喜利固 那麼德國報的時候呢 叫因緣利固 兩種因緣 一個是善的因緣 一個是惡人緣 同處選舉 結果他媽媽因為沒懺悔 他媽媽就直接到傷了道去 原來王說了 所以你說他哪有我呢 如果我 我去造業 我去德國報 這個我是不能改變的 所以我們人生啊 是不斷的變化 其實現在的你 跟小時候的你 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呢 欣喜利固 因緣利固 你這幾十年 總有一些資料 新的資料 輸進去了吧 是吧 你可能比小時候更好 也可能更糟了 所以你小時候的 如果我在哪裡去呢 沒有了 它就是一個明鳥的心事 不斷的在變化 其實我們人生就是一面的心事 在活動 這個心事呢 兩種力量在控制這個心事 因緣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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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這個就是無我的真理 好 我們看丁山的為師真意 我們把它唸一遍 我們做一個總結 那麼既然是無我 那麼人生應該怎麼去解讀 人生呢 好 萬法為是 現前一念是心 為是性 人空 法空 即空 為是相 舉體而 做因做果 做一做正 做字做他 即假 性相圓融 即向即信 即信 即向 集中 那麼我們 應該怎麼樣來正確的理解人生呢 就是 觀照我們人生的地域 現前一念心性呢 即空 即假 即中 我們先看即假 即假呢 就是過去的心習力 跟精神的因緣利 變現出來 變現什麼呢 因果一正 自他 當他是因緣的時候呢 這個 他是一種心習的力量 這個也是一念心事的作用嘛 他有象狀嘛 因為你在心習的時候 你可能是在拜禅的時候心習 你可能是念佛的時候 也有佛號 也有象狀嘛 或者你在不失辭訣 你也是有一個象狀 反正心習一定有象狀 你用一種美好的象狀 或者是一種邪惡的象狀 來欣喜 所以他是因緣 等到你欣喜到 人掉一段時間的時候 果報呢 就因緣利固的 變現一個果報出來 它也是有象狀 做一做正 他那個 那個心事呢 變現你依報的國圖 變現你正報的根深 也變現你自己的業力 也變現成他人的業力 所以我們凡夫的業 跟眾生的業 也是互相的交叉 尤其是同一個家族 這個業力更密切 有共業別業 這個業力也互相牵扯 總而言之呢 由於因緣利 由於心習利 就創造了人生的這些假象出來 包括因緣的假象 果的假象 依報的假象 正報的假象 自己的假象 他人的假象 這個都是生命的假象 這個都是心所變現的假象 那麼這個假象 當把它剝開以後呢 它的本質是什麼呢 就是極空 我空法空 這個地方 沒有一個人可以去主宰 主宰了你的生命 它完全是因緣利 信息利的變現 所以我們做一個總結 怎麼樣 這個中道的思想就是 極向極性 極性極向 在生命的假象當中呢 它有空性的存在 在空性當中呢 也不妨害生命的因緣假象 在暢腦暢腦的身相去變化 這個就是中道 就是緣起信空 信空緣起 這個 我一大師曾說一句話 他說 他說我們應該思考一件事情 說流轉三界眾 到底是誰在流轉 到底是誰在流轉 可是我在流轉 不對啊 因為前生的你跟今生的你 兩個相像不一樣 你前生可能是一個男人 今生變成一個女人 所以沒有一個我啊 那我問你 既然不是我在流轉 那誰在流轉 對啦 隱蔽的心在流轉 心事的心事 因人意 它如果心事好的 這個心事就往上走 它變成好的果報 讓你的心來受用 如果它產生錯誤的心事 它就往下走 往下墮落 這個心呢 也變成一個痛苦的果報 讓你的心來受用 其實全部是心嘛 哪有我呢 當你一個好的心情的時候 世心是佛 世心是佛 當你錯誤了心情的時候 世心做第一 世心是第一 所以整個因言果報 我會大師說 妙因妙果不離一心嘛 其實都是你心的作用 沒有一個我 舉一個例子 在安斯全書上說一件事 說 這個江西啊 有一個很大的湖泊 這個湖泊的旁邊有個山丘 這個山丘上面有一個龍王廟 雖然不大 但是很敏感 而且這個龍王很凶 他這個湖泊啊 都去做生意的 或者是來遊玩的遊客 哪一個遊客 我膽敢從他的龍王廟過去不下來拜他 你就慘了 那你這個船肯定要翻船 所以每一個人 要經過這個龍王廟的時候 都必須要靠岸 來禮拜這個龍王 來供養這個龍王 才能夠平安的通過這個湖泊 那麼有一天呢 有一個歷史叫三妹歷史 這個在街地裡面很有名的 明朝的三妹歷史 他剛好有事啊 要從這個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那就跟一般做買賣的人 就同一個船啊 就經過這個龍王廟的這個道路去 那麼其他人當然就乖乖地下船啊 去禮拜龍王 那三妹歷史說 我一個出交人 如果不能去拜龍王嘛 就在船上等候 其他人就去拜龍王 拜完要走的時候 龍王就說話了 就依靠在那個 那個廟的管理人說話 他說你們船上是不是有一個出交人啊 他沒下來拜我 請他進來 他是我過去的同餐道友 那麼大家就派一個人去把三妹歷史請進來的 那麼這個龍王就說 他說啊 三妹歷史啊 我們過去真是同餐道友 我們兩個一起做毛谷說什麼 我呢這個脾氣特別不好 老是動春心 老是喜歡罵別人 那你那個時候老是勸我 我也不聽 但是呢 我們做功課的時候 你做文化我也可以做 我們兩個上法之幾都差不多 所以我聽說福報很大 但是表現在龍王果報 那你的福報呢 就表現在出交的果報圈 他說我現在看到你啊 我很慚愧懺悔悔 他說我願意把我 這幾年來對別人對我的供養啊 這些倉庫的東西啊 就麻煩你啊 拿去供養三寶 我請你能夠請初教授幫我做法會 來超度 後來他就主導那個廟的管理員 那龍王廟管理員啊 把所有裡面的衣服啊珍寶啊 就拿去供養三寶做法會了 做法會以後呢 那天結束的時候 那個龍王廟的龍啊 就 又去附在那個管理人身上說 他說三妹律師啊 我麻煩你啊 明天以後啊 這山後面有一條蟒蛇死掉了 請你幫我埋葬一下 結果三妹律師去看的時候那個蟒蛇 三四公尺長 那現在我們要去 去看這個陰影果報了 他前身是一個出教人 實際修復 但是他欣喜利負是怎麼欣喜呢 他用稱心來欣喜 各位欣喜不是外向 是你的心態 雖然我們一生當中我們的心有很多種心 但是一定有一個主流的心態很重要 強者先去 所以天台士者大師說 稱心為法界一切法去稱 我們今生可能會有很多的不同的心態 有善念有惡念 你要注意那種 視力最強大的心態 因為他會整合你所有的心態 往一個不同的方向去 這個出教人 他造的是一個善業 但是欣喜利負 但是欣喜利負 舉體而做 應做果做 應做生 做事做他 因為他這個善業啊 是以稱心為法界 所以這個欣喜利負 所以這個欣喜是以心為本 結果全體變成一個 滿神的一個醜陋的火爆出來 善美利負 跟他是同餐道友 他是以道心為法界 所以他整個心情呢 他變成一個 今生一個出教的師父出來 但是因為他本體都是空 所以生命可以改造 各位 你知道我們佛法裡面的修行 這個善根啊 有什麼好處 各位知道嗎 當你的生命啊 墮落到善樂道的時候 如果你根據的是一種善 你有善根啊 你容易從善樂道裡面攀出來 你的時間都不會太久 因為你的善根是金剛種子 你看佛多講一句話說 西佛出世由為益子 八萬大景由為歌聲啊 你看有些人做螞蟻 西佛出世還做螞蟻 所以我一大師說 夜做夜糊塗啊 有些人墮落到生命的時候 他很難反轉 有些人墮落生命的時候 他很容易彈彈跳 關鍵在 空性的道理 如果你對空性完全不理解 你自我意識很強 你得一個果報的時候 這個果報很難反轉 很難反轉 當一個跑道 要換成另外一個跑道的時候 這大方向的改變啊 空性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說 有些人造的罪月啊 他墮落到一個果報 他這個果報有很堅固的相信力 有些人他得到一個降火報的時候 那個果報啊 他相信不久 這個就是考慮你空性的上根 就是你對生命越直取的人啊 你很難從你的生命產生很大的反轉 所以諸位 你不斷的修空觀啊 即便你臨終的時候 遇到一個不好的陰影先出現啊 你很容易從陰影裡面產生反彈 叫斷相序 所以我們的偉視相呢 偉視相他是成功的把相像變現出來 但是這個相像會相續多久 相像不能決定 看他的本體 你越執著的人 我只保持越重的人 你越容易讓相像相續 好 好 決定相狀 是夜裡決定的 決定相續 就考慮你的智慧了 你空觀的智慧 反正 佛法把人生分兩塊 一個是生命的象狀 一個是生命的本體 你兩個都要不會操作 你兩個都要不會操作 在象狀上 象狀的操作 懺悔夜障積極致力 在空性的操作上 求我空觀法空觀 把自我意思 主宰性消滅掉 所以我們要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第一個 你首先要操作 生命的向上 第二個 你要操作 生命的本體 臨終 兩個都很重要 一個是夜裡的問題 一個是思想的問題 好 我們 差不多 今天先講道理 修行這塊 我們下一堂課再講 諸位對於生命的象狀 跟生命的本體 這兩個有沒有問題 你臨終的時候 這兩個操作都要到位 第一個 象狀不能產生邪惡的象狀 你要讓生命的象狀 再溫和的象狀 這第一個 創造一個溫和的象狀 第二個 臨終的時候 對蘇佛士卷 不能有貪念 不能有執著 你要放棄主宰 你不能有想要主宰來生 你不能夠不受厚有 過去不坦 你在臨終的時候 你還想要主宰以後 你就完了 你必須放棄主宰誰 你才可能往生淨土 就是我到今天為止 我放棄我對未來生命 一切的主宰權 這個時候提起佛號 就感應到教 請說 所以我請教一下 我們佛陀他三個阿森奇絕 通通是在瘦佛世界做菩薩道 那這樣子的話 怎麼說呢 因為意思說我們不要留在瘦佛世界 可是好像還是每個人的願不太一樣 是是是是是 這個沒有對錯 因為佛陀選擇在瘦佛世界歷練 那 就當然每一個人選擇不同 我瘦佛世界的問題比較複雜 比較複雜 就是說 心情力嘛 兵嚴力嘛對不對 你瘦佛世界啊 眾人以接罪我讀寫 不容易啊 你們全家都學佛的應該不多吧 對不對 對 那你家有四個人 三個人都很放育 他們的心情都是很雜的 你們家 你哥哥在看電視 你妹妹在跳舞 你在中間拜八十八佛 是吧 討厭呗 每一個人釋放自己的食材嘛 是吧 因為這個共業啊 它有一個互相影響 如果你生長在政府好像法時代好一點 木法時代啊 就是說大家都墮落 大家就像喝醉酒一樣 你在大家都醉的時候 眾人皆醉 結果你也跟著醉了 怎麼辦 所以木法時代要能夠 我不以一切萬法為伴 我無助 很難啊 只不過你一個人住唄 就是說 這個木法時代 你很難創造一個很親近的心思 當然這個是個人選擇了 因為我們紀徒中當然 就自己說自己的好 那是正常的 這是我個人的理解 是我指揹 是我指揹 閉嘴有一個問題 關於今天晚上那個無我光 我覺得不太好理解 就是第六這個明瞭的心還有第八色的焰 還不算是我嗎 這怎麼會是我呢 第六意思 他能夠控制自己嗎 我兩個條件 第一個橫長度 我變一個有孤宰性 第六意思 他是沉重嗎 他變化對不對 你認為第六意思可以做主嗎 第六意思可以做主 你認為第六意思是誰是都聽你的嗎 你控制不了他呢 說實在 是不是 你起煩惱的時候你控制不了他嗎 他有主宰性嗎 沒有吧 他也是一種因緣 他在欣喜的時候 他在召越的時候 他有他過去的種子在支持第六意思 你有辦法主宰第六意思才怪 師傅那每個人的感觉都不一樣 每個人的看事情的角度都不一樣 然後每個人的業力 第八色裡面的業種子又不一樣 那要怎麼樣 所以說人生就不一樣了 各打各的妄想嘛 所以人跟人很難交集 因為各打各的妄想 你不要說人跟人 你人家四個人 就各打各的妄想 因為每個人自便自演嘛 每個人變現自己的水泡 然後攀岩自己的東西嘛 怎麼可能一樣呢 眾生無邊嘛 煩惱無盡嘛 沒有兩個人是完全一樣的 如果人生是真實的 那應該只有一個 因為他希望 所以 他是妄想念造出來 那就各打各的妄想 如果人生是真實的 每一個人都連到真實下 那就一個人 就佛陀只有一個法身 所以 凡夫呢 在智德大師說 是益中求同 在平等中求差別 各位 當世界上啊 差別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是生死煩惱越重的時候 你看你現在去看超商啊 跟你小時候去靠超商不一樣 花樣更多 當人生越多元化的時候 這不是吉祥的事情 聖人是 在差別中找到無差別 找到平等 如果你覺得你越修行啊 你人生越多元化 你認為這樣好不好 不吉祥 是的 最好是你的心情 是錯誤的心情 一個真實修空觀的人啊 修行是越來越單純的 念頭越來越少 要來越少 要來越少 記得 修行是在差別中 找到無差別 所以無差成差 凡夫是差即無差 從差別中去用妄想去創造差別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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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課提到說 空觀這個破壞自我意識特別有效 那一開始學佛的時候 可能我們的觀念裡面都會認為說 我們要修很多善業 就是布施啊 行善成為一個好人 可到某一個階段之後 會常常認為說 我修得很好 我應該要直接吃得很好 我應該要做得很好 這是不是成為一種障礙 這個法沒有障礙 是你自己 你自己 就是說善業沒有障礙 是你自己的自我意識 把這個善業引導到一個錯誤的地方 這個我們一馬歸一馬 第六意思沒錯 第六意思他發心說善 沒有錯 對不對 第八是如此地收集你的資料也沒錯 第七意思付了他錯 所以這個觀念是要破掉 對 你要放棄對這個善業的資格 反是你想主宰這個善業 你會起動三十多塊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在做這些善業的時候 我們不應該攀原 寄託有一個象狀說 我做了這件事 我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不應該寄託 我們一般人造善的時候 都有所期待 我以後要得這個果霸了 是不是 有沒有用這種概念 沒有 我說正常人 你們可能是比較修信的 正常人都會有 今生辛苦一點沒關係 來生 有各憑本事 是吧 那我們一般人在受善業的時候 都有 都有一種期待來生受果的心情 這個就是一個輪迴的力量 是我概念的 所以你必須放棄 為什麼要回向無上波體 不想笑空觀 就是放棄對人生的主宰權 你放棄它 你才有辦法得到自在 我們必須用主宰權 來放棄主宰 而追求自在 追求主宰是不正確的 結果你還是沒辦法主宰 你們覺得我們現在 我們一直想要追求主宰 你認為你能夠主宰你的人生嗎 你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對不對 我們還是受業力主宰 所以追求主宰啊 這個是錯誤的概念 這是很嚴重的錯誤 你必須放棄對人生的主宰 你才可以換取對人生的自在 你給我選擇 你給我選擇 你說 是不是 那個剛才講到放棄對人生的主宰 但是呢 我們經常在生活中吧 碰到一些對與錯的事情 該做不該做的事情 有時候明明知道是錯的事情 但是因為各種原因嘛 還是要去做什麼的 但是這種呢 那不就是要隨心所欲啦 養火卻不這樣 不是不是不是 我們在因地 因為你因地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的因地吧 就是說 你不能夠去對生命的結果去主宰 因地呢 你要盡心盡力 你該幹啥還幹啥 因地呢 要凡事盡心盡力 是吧 但是結果的時候呢 成敗交給業力 你要放棄對生命結果的主宰 講清楚一點就是 對生命的結果 就是說 這件事情你該怎麼做 你還怎麼做 比方說你教育子女 你很用心的教他 他教育一定會滿你願嗎 不一定 因為你不可能改變他嘛 但是你作為一個母親 你該講的 該教他還得教他嘛 但是他未來會變什麼樣子 你不能主宰 因為他不是你的東西 他有他背後的業力 他有背後的因緣 所以我們對人是沒有主宰權 但是我們可以去盡我們一份的力量 過程要盡力 結果要放下 凡事盡心盡力 結果交給業力 請說 最後的問題 師傅我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電腦來解釋第七事 第六事 第七事我們可以來想成是好像電腦的Program 然後第六事就是好像User 就是我們要改變那個第七事的話 就是好像變成Programmer 這樣去改變他的結構 那第八事是好像雲端 我順了很多諮詢 我對電腦不熟悉了 劣勢了 我們很多體育群劣勢了 你要跑到榮東也可以 反正就是 其實人生呢 只有第六跟第八在作用 第七事是多餘的 第七事這個足夠 指我是多餘 你現在要把第七事消掉 你把第七事改變了 你整個生命就活起來 第六事沒錯 所以你不要老是讓第六事不想 無想你也是改變不了自己 所以第八事也沒有錯 你不要老是認為你是業障繁殖 業障你會產生障礙 是因為你主宰他就變成障礙 其實你不障礙他 你不產生植果 所有的業障都可以倒退進土的 第八事是很好商量的知道吧 只要你把第七事改變了 你第六事跟第八事很好溝通 其實第六事也很好溝通 第八事也很好溝通 關鍵在第七事 好我們今天先講出他的空性的理論 總之你先記住人生分兩塊 人生的假象跟人生的本體 那麼我們如何來操控人生的本體 找到我們珍如的功德 我們下一堂課再開始說明 好上下文長 附再來日回向